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放快筛4剂 12岁到0岁配发3剂 新生儿跟怀孕的妈妈配发5剂 牛昌也亲自到学校了解快筛4剂发放情况 牛昌表示 金融市政府排除万难自行添购10万剂快筛4剂 考量12岁以下的孩童还没有施打疫苗 因此决定将这得来不易的防疫资源 发给12岁以下孩童 新生儿及怀孕妈妈使用 根据防疫还有传染病的专家的一个建议 家庭群聚里面是我们儿童染疫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保护儿童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家里面的成人 能够把疫苗打完3剂 那另外就是随时监测家庭成员的一个健康状况 那我们突破了万难 那终于这个自行采购到10万剂的快筛4剂 那考量12岁以下的孩童还没有打疫苗 因此我决定把这个宝贵的一个资源 优先配发给12岁以下的孩童 新生儿还有包括怀孕的妈妈 5月20号当天金融市政府教育处 已经先将快筛4剂配发给各公司立小学 再转交给道校学生 未到校学生则从5月23号起 由家长到学校领取 至于0到7岁的儿童 怀孕妈妈及新生儿 则在5月底前 攜带顾口名簿 妈妈手册或新生儿出生证明 到各区处征事务所领取 那我们本市的小学生呢 总计是有15,022名的学生 那0到7岁的儿童呢 有18,081人 合计是33,103人 所以这一部分我们总计将会发放 99,243剂的快筛4剂 那所以我想我们金融的资源 比起双北来讲非常的有限 不过我们尽一切的努力 来守护我们的孩子 对于金融市政府主动购买快筛4剂 发给幼童与孕妇的做法 家长也非常认同 因为小朋友在复课的时候 必须要先快筛阴性 才能够回学校上课 那今天是刚好收到市政府 发的这个快筛剂 对家长来说是很方便啦 就不用自行再去购买 谢谢市政府送给每个学生 那个快筛4剂 对我们家长呢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我就不用再花时间 然后特地每天七早八早 然后去要职排队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政府为家长能着想 牛昌希望透过快筛4剂的发放 协助家长监测家中成员的健康状况 小朋友如果有疑虑或有症状 就可以及时使用快筛4剂 确认是否染疫 家长自己也可以使用 希望避免家庭群聚感染 共同守护孩童的健康 金融加油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国中会考5月21集22号登场 金融考区有2832位考生报考 为了因应疫情包括了基隆高中等三处考场 共规划了12间第二备用市场 让正在居隔 居检及有发烧或呼吸道症状的考生使用 结果第一天就有105位考生使用 下课铃声响起考生余冠走出应试教室 国中会考5月21号及5月22号两天登场 金融考区共有2830位考生报考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有考生都需戴着口罩写考卷 有考生觉得很紧张 没有考生认为平常就戴着口罩上课 对考试并没有影响 我也很害怕 我晚上直接睡不着 因为应该说我对会考这个观点 就是觉得它可能会影响我升学 我觉得很害怕 戴口罩考试会不会不错 我是觉得还好 因为平常上课也都呆着 体育课也都呆着 结果就习惯了 而在疫情持续升温下 金融考区包括金融高中 金融女中及海大附中三处考场 共设置了12间第二备用市场 让正在居家隔离 居检及有发烧或呼吸道症状的考生 使用市场应试 我想第二预备市场的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整个考场的一个龙流人数 其实都是相对比较少的 我们把整个座位都拉开 那以及市场的一个监视人员 在整个一个防护的配备上面 我们都做足了准备 包含防护衣护目镜 还有手套脚套等等 我想做这样的防疫 让监视人员可以放心 那也让我们应试的学生可以安心 第一天就有105位考生 在第二备用市场专心写考卷 监视委员也全副武装上场 第二天则有112位考生 使用第二备用市场 金融高中方面表示 如果一般考生在考试期间出现相关症状 在当节考试结束后 就会改安排到第二备用市场 继续下一科考试 不会影响考生应考权益 那如果说在考试过程当中 那我们接获呢 可能监视委员的一个反应 发现这个学生呢 他有一些呼吸道 或者是咳嗽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会去 请那个我们的医护人员 过去简单判定一下 那如果说确实有这样子一个风险 那我们就会立即 这一节考试结束之后呢 那我们会把它移动到 这一个所谓的隔离市场 那从下一节开始 他两天都会全程在隔离市场来做应试 那如果说在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接获到这个学生呢 他可能是PCR的一个确诊阳性的一个报告 那我们就会就是让学生呢 立即呢 这一节考试结束之后呢 那我们会联系 他的一个家长或者相关人员呢 然后立即让他能够安全地离开 我们的一个考场 那后续呢 他就会可以参加后续的一个补考呢 也不会影响到他相关升学的一个权益 金融市教育处方面表示 今年国中会考金融地区倒考率95.79% 其中有84人因为确诊将改到6月4号 及6月5号进行补考 会考第二天则发生四期手机零响 及做错座位等违规事件 会考结束后 金融市环保局方面也派员到三处考场 进行清销作业 会考成绩则统一在6月10号公布即发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国内的新冠疫情持续升温 金融市市属高中以下学校 从今天起到5月27共5天 一律才远距上课 至于国小与幼儿园的家长 如果有工作上的需求 仍然可以让学生到校上课 至于国小家长关切的 幼儿施打BNT疫苗 预计两周后展开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高峰 金融市长刘昌宣布 金融市属高中以下学校 从5月23号起到5月27号 执行远距教学一周 不过家长如果因工作等因素 仍然可以让学生到校 采取实体上课模式 有关于高中以下的这个学校 这个停课不停学的一个措施 我们决定从5月23号到5月27号 原则上采取线上教学的一个方式来进行 那因为有许多的家长可能 他没有办法在家里面照顾小孩 所以孩子还是要送到学校 那有关于这部分家长也不用担心 学校一样可以 这个孩子到学校来上课 那学校一样会提供实体的一个上课 来这个照顾我们的孩子 所以这部分家长也不需要担心 幼童施打疫苗部分 在莫德纳方面 目前金融市已经有38校完成疫苗施打 剩余四所国小 预计在5月27号全部完成疫苗施打 至于外界关切的幼童施打BNT疫苗部分 牛厂表示家长医院调查表已经陆续发放 预计两周后进行BNT疫苗施打 有关于疫苗的一个施打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BNT的这个通知单 还有疫苗施打的一些说明的资料 透过学校来这个转达给家长 那家长有一个礼拜的一个思考期 那我们会把这些这个意愿书把它调查完毕 收回来之后呢会进行统计 那我相信大部分的家长应该是 非常愿意让小孩子来打这个疫苗 那所以大概我们预计最快会是在下下个礼拜之后 这个意愿书收回来之后 我们就会立即在学校 在校园里面来进行集中施打的一个措施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主委选举昨天举行 共有1029名党员到场投票 投票率为59.75% 现任主委苏仁和以630票连任成功 他希望年底的市长市议员和里长选举 能再次胜利 在年底选战占有重要关键的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主委选举 5月22号举行投票 由现任市议员及党部主委苏仁和 对上前任市议员和前党部主委张景皇 两雄相争选情激烈 虽然天气失冷加上疫情 还是有1029名党员到场投票 投票率将近6成 曾担任过市党部主委的立法人蔡世英也出席投票 希望新当选的主委能带领民进党 继续在年底金融市长和市议员选举中再创夹击 虽然下着雨 即在疫情之下 但还是非常感谢我们许多的党员 踊跃出来投票 作为我们下一次 我们重要的党内的重要的西部的改选 那可以适应来讲 我们未来年底的重要选战 我们期待行得主委 我继续来跟我们协导 我们的公子人员的候选人的选举 那我相信在公子跟党子的配合之下 我们一定能够在年底的徐祖宫 顺利获得胜选 继续来为基隆市民来服务 那我相信我们新的基隆市长 过这次改选完之后 这个主委仍然会继续 会带领着基隆市做新的改变 继续往前走 我们就进行我们开票作业 开票初期 两人票数互有领先 选情相当激烈 最后由现任主委苏仁和 以630票连任成功 张检黄则获得364票挑战失利 无效票则有35票 顺利连任的苏仁和 除了感谢大家的相挺 也强调当选是责任的开始 希望年底的市长市议员和里长选举 及2024年的总统及立委选举 能争取更多市民支持 再次赢得胜利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 近年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期许有线电视扩大在地新闻的服务 透过不同的面向发挥优势 提供最在地的地方新闻资讯 因此中家集团整合旗下 11家有线电视系统 串联基隆到高雄 从台湾头到台湾尾的 所有自制新闻 设立中家新闻网 提供有别于全国性新闻 全省最在地的观点地方新闻 让民众可以透过网络平台 看到全台最多最大的地方新闻网 宗教宽品联制处资深协理徐雪凌表示 有线电视台深耕地方 采访角度相较于全国性的新闻频道 更贴近在地观点 深入邻里社区 只要是人们在意的讯息 就算是修剪路数 善心助人 美食小吃文化艺术等等 都可以透过地方记者的镜头和麦克风传递 不但上档地方的电视新闻 更上架中家新闻网 以前受区域限制的在地电视媒体 串联整合再透过无远弗届的网络传播 让新闻的乐听选择更多样化 NCC这几年对于有线电视的地方服务 有很大的期许 中家集团在这次 也特别整合了全省在地的电视新闻 推出了中家新闻网 那这个网站呢 我们串联台湾头到台湾尾 从基隆到高雄 我们报导最在地的新闻 有别于全国性 我们的新闻内容 是有关邻里巷弄 大家生活周遭最关心的大小事 中家新闻网在首页规划上 设计了各项便利的分类标签 方便找到相关的新闻 特别的是其中还设置了媒体试读专区 徐雪凌表示 中家集团有鉴于社群媒体兴起后 造成了各种假讯息 四处流窜的乱象 不断在各地深入社区 举办媒体试读的公益活动 更制作系列新闻报导 教民众如何分辨正确的资讯 基于媒体社会公益责任 我们特别在中家新闻网 开辟了媒体试读的专区 那在这个媒体试读的专区里 大家可以教导大家如何辨别假新闻 还有就是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真的有图不一定有真相 所以呢 媒体素养的提升 教育都必须全面性的向下扎根 所以我们才特别推出了 这个媒体试读的专区 另外在中家新闻网中 中家集团也规划录出 旗下有限电视的优良制制节目 像是吉隆制作的民意交响曲 以及港都庆年的高雄现场节目 就是邀请民意代表和官员 共同讨论民众关心的重大议题 而新市坡和家和所制播的 新北厚搜宅节目 则是从地方人文角度出发 关心同样在这块土地上 认真生活的本国人和新住民 而桃源北建计划的 遇见桃勒斯节目 则是介绍默默守护桃源的无名英雄 另外台南的三冠王双子星的 俯成人故事 带领观众找寻台南 具有故事性的人事物 由受访者现身说法 分享生命精彩故事 徐雪玲说 这支节目不仅是符合 在地媒体的制播要求 同时也是满足服务在地民众 而未来也会持续增加 各种不同的地方节目 提供更丰富的内容 中家宽敏集团 希望藉由中家新闻网的设立 提供更全面性 更优质的服务 并且尽一份地方媒体的社会责任 让好声音 好故事 能够成为一个善的循环 结合所有在地的影像 被所有人看见 记者赵世约 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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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设计 我觉得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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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样 好 哎呦 行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来 赶快吃饭了 谢谢你每天都为我们做这么多 嘴巴忽然这么甜 是不是想要什么啊 我今年初刚买房 但最近好忙 没时间缴房屋税怎么办 这么简单的事 有什么好烦恼的啊 现在缴税非常轻松 就算不出门也可以 只要下载行动支付 或电子支付业者的APP 扫描税单QR Code 就能快速完成缴纳 还有这些管道 都可以任意选择 管道便捷超有感 轻松缴纳好放心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信场 为在七堵区民的一路 警察局第三分局对面 有一间私人诊所 外面公有道路边缘空地 均裂破损 容易造成行人半倒受伤 声援员张耿辉接获反映 办理会堪 加以无市政府铺平改善 民众指着均裂破损的地面表示 为什么行人 特别是老人家走到这里 容易被半倒跌倒的原因 为在七堵区民的一路 警察局第三分局对面 有一间私人诊所外面的公有 道路边缘空地均裂破损 容易造成民众 特别是长辈老人家半倒跌倒 因此向激动市议员张耿辉反映 张耿辉特地办理会堪 将动用议员建议款 由市政府相关单位铺平改善 现在已经交由国有采访署 那原本的话 以前税监署是因为是公家部门 所以有画那个停车空间 以便提供给我们来往 洽工的市民好分有停车用 那现在已经 国有采访署已经交由 就是让我们这个民间 泰安诊所来乘租啊 那也是十门诊所 所以这就没有办法再继续 让我们这个做为我们公家的停车的 整个便利 所以只好说今天会堪的 能够把现有的坑洞 用我的经费 来把它实时先整平 不要让我们粗度的市民 容易半倒 对于军业破损的地面 可以进行修复 维护行人以及长辈的安全 民众都很感谢张耿辉的用心 张议员邀请各单位来会堪 然后改善我们这个空地 这个评审 谢谢 这边因为常常路面不平 然后我在这边想上班 他们有自己家的民众都一直到 然后请张耿辉帮忙 谢谢张耿辉 张耿辉也强调 因为行政流程的关系 会要求市政府相关单位 赶在8月之前动工修补完成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政府原本采取实体与线上融合 混合式教学的上课方式 引起了教师团体在脸书上贴文 希望市政府慎重考虑 基隆市议员张渊祥替基层的老师发声 希望市府实施单一单纯一种的教学方式 社区居民指得租家门前数百坪的土地 二三十年来只能远远观望 却不敢踏进去 因为这片土地属于国有财产署和市府持有 上头还有援助户 之前还住在这里 插起来我们又不敢跟上帮说 这有国有有财富的 所以我们说这样要怎样 那那个蟒糖啦 那什么草草都很多啦 走到里面叫消防水来抓 都有毒的耶 我们大家也会怕 又叫来捏捏毛了 走去 等于说不堪祈祷 知道这个地是谁的吗 不知道 不知道 那这一公斤都要炒 这些地 空地四周长满了竹林 还留下废弃的木屋 久久没有使用 屋主早就搬走 而周边杂草重生 一到夏天蛇类就会出没 然后下坏不少居民 因为这个时间也蛮久的 这个我们本大楼 这个新天地大楼社区 在这边已经有30年了 盖好以后30年 这一段期间里面 这上面的都一直都没有整理 都有我们社区 用很小的人力来处理 可是缓不济急 这个杂草重生 所有的蛇类蜈蚣 都一大堆 跑到住屋家里 造成我们住屋很大的困扰 那都希望说市政府 能够好好把它整理 这一片公有地 变成一个公园也好 停车场都可以 就是说不要让它这样造成 荒废掉造成我们 住屋也是很大的一个困扰 居民反映社区门前 有一块大土地 几十年来没有整理 任其荒废 实在可惜 金融市议员蓝敏黄 邀集了市政府相关单位会刊 研议将闲置土地 由国有财安署 办理剥交给市府 未来将易租经费 进行绿美化 政农街31号后方 有一块国有的土地 那基于我的了解 他共同管理人有 金融市政府 也有部分是国有财产局 那么为了彻底 改善环境障乱的问题 我今天的会刊 已经先取得国有财产局的同意 未来将由东正区公所 全权负责管理 那这个国有财产局 将无偿的来配合 那接下来我将动用零星工程款 请区公所来进行绿美化的改善工程 我想改善完成之后 就可以大幅提升当地的生活品质 同时可以避免蛇类的出没 这样就可以确保民众出入的安全 现在金费大概就是45万 那我们大概现在目前就占股 大概100平方公尺以内 来做一个环境的整理 那因为主委跟这边也反映说 这边有一些蛇 因为天气慢慢忙活了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 看看现况大概就是一些 现场飞制的废区 先做第一波的一个清理 那后面再看相关金费跟需要 我们再做后期的一个设计 这个地是有三个地方的单位的 一个是国产署 一个是市政府 那么还有一点区公所的 那这三个单位 那么他们平常 当然是这个地方没有事情的话 都OK了 但是最近一连串的环境脏乱 引起大家要重视它 会有一些奇怪的东西会跑出来 以前是没有的 最近都是这样 所以希望说能够 这地方能够把他美化 整理一下 社区目前有事多户住户 今年夏天 总算不用再担心 蛇类会出没在家门口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邱卷 爹 怎么这样啊 有追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